歡迎收看食尚玩家沒有鄉民 對 今天沒有 怎麼了 你有鄉民是不是 沒有 沒有 沒鄉民 今天我們要來到嘉義 為什麼要來到嘉義 除了嘉義好吃好玩之外 今天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行程 是其實我個人之前 有想要訂的一個行程 聽說是一個奢華行程吧 很難訂 真的喔 炸難訂 因為它有分兩條路 然後大部分人會選擇 比如說從台北出發 宜蘭 從花蓮 台東 東部的 對 東部的這樣 我們今天走的是西部的路線 因為我們就不是一般人 沒錯 我們就是要走不一樣的路線 加上因為西部我訂不到 東部的地方我訂... 對 我們就走西部 主要是這樣吧 對... 東部下次去 西部今天我們反正就是從 你如果是選擇西部的話 大部分也是從台北出發 對 然後到了嘉義 高雄這樣子 也是不同的玩法 但是我們今天要上車之前 其實有一段時間 今天這段時間就交給我 帶你來嘉義好好玩一下 不可能是坐在火車站前面 等時間嗎 不可能 不可能 今天我坐了很多東西 然後我要帶你去吃 很多嘉義的美食 其實這次算是我們嘉義二訪 對 因為上次跟玉琳哥 對 這次換我來帶你 好...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做 等一下才揭曉好了 我們等一下在做什麼行動 我們等一下來揭曉 我們先去吃吃喝喝 OK 走 現在要帶你來吃的 是在市場裡面一間百年老店 它很厲害喔 它是早上6點開 下午1點就關了 每次人潮都很多 現在是23 25分了啦 對啊 人還是多了 已經坐滿了耶 對啊 好多人喔 對啊 而且聽說 已經拍過很多次了 但是我還是要帶你來吃 對啊 我自己也沒吃過啊 老闆你好 這樣點一個牛筋 牛肉跟牛雜 你看這整鍋 這一定要拍一下喔 砰...的 你看 好香喔 牛肝 牛肚 牛雜 這管起來好過癮喔 而且其實它也不貴耶 它牛筋最貴的 就牛筋200塊 我跟它玩得滿大碗的 是嗎 150塊 它牛肉看起來很新鮮 對啊 你們都很常來吃這個 你們有吃到牛雜嗎 好 謝謝 很好吃 妳好 妳好 你好 妳是鄉長 台中台的 沒有牛雜啊 妳台中他們來吃這個嗎 對啊 妳有吃到啊 妳沒有吃到牛雜嗎 沒有啊 拜訪了喔 對啊 聽說這個牛雜 你常常來是點不到 這很常有的事情 我期待一下那個湯 好輕喔 不得了耶 這個牛肉湯喝起來就是完完全全 很純粹的味道 很清爽 然後又甜甜的那種 帶點薑味 對... 你看它這個 它是... 它料很多耶 這一塊 好嫩喔 它又不是那一種入口即化的 那種軟爛 它就是有點嚼勁 但是又不會讓你咬得到 非常剛好 有沒有 這一塊啦 這一塊啦 我想要 對啊 它那個膠質很多喔 怎麼樣 滿滿的膠質 膠質 而且我們倒還沒沾醬喔 就吃原味就超級好的 其實原味就很好吃 我沾它什麼醬 這個是 你要吃這個牛肉湯 對啊 我想吃它這個 這應該是剛剛那個 它現切的那個牛肉 味道 你喝它的湯味道完全不一樣 真的喔 完完全全不一樣 然後它跟台南的那一種 溫體牛又不太一樣 因為台南的就比較甜嘛 可是嘉義的就是比較接近 可能北部人的口味 可是它這個味道真的更重 好嫩喔 對 但是不是台南的那種甜味 不是甜味 它就是一個肉鮮味 可以講 我覺得他們好厲害 然後湯都不會 像比如說蒜牛肉 它的湯都會滷滷滷的 對啊 它就不會 那代表肉夠清新 我難怪這個一早就賣完了 牛炸湯 你看它牛肉超優秀耶 好嫩 應該就是要搭配這樣子 點一碗牛肉 然後再搭配一碗牛炸湯 好好吃喔 但是要吃牛炸湯的觀眾朋友們 可能要真的很早來 因為剛剛很早就賣完了 我喜歡這個牛肉湯 我很喜歡這個大魚 因為這個的湯就是很輕很輕很輕 就其實你把肉撈開來 你不覺得這個湯 有煮過任何牛的東西 這個稍微重了一點 對 它就有牛肉味這樣 你趕快喝湯 你會聽說它湯可以無限加 這個150然後湯可以無限加 所以它其實有一點 像我們吃到它麵的概念好不好 你把料吃完之後 然後加湯 然後你再點一碗白飯 好 這樣一定吃得飽 怎麼真的料那麼多 150已經吃得超飽的 可是料兩個人吃也可以 什麼都有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來 就是點一碗就點一碗 什麼都吃得到 所以我們這個湯就是 它剛剛大鍋滾的那個湯 然後它的牛也是每日的溫體牛 其實大家吃過溫體牛 我就知道啊 胖一下還有粉紅色起來最好吃對不對 對 它這些都還有一點飽 講老實話 它剛才上來的時候 我有點擔心 因為它的肉都是燙到 表面上看起來是熟的 可是咬起來 好嫩 你怕它已經煮過頭了 對 因為你知道溫體牛 就是有一些同桌的人 肉下去就在聊天 然後上來就已經... 他都覺得好到妹那個肉 有啦 它還是有一點點粉紅色 你看它的肉每塊是這樣 但是吃起來超嫩 超嫩 市場裡面的東西一定不差 一定不差 很好吃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它的沾醬 因為我剛剛有沾了一下 它是有點像甜辣醬耶 這四個是一樣的喔 一樣的啊 因為我覺得不沾醬也好好吃 你看肉沾一點醬 有會帶出它的甜味 多了一個味道 對 這個沾醬好像就變成是那種 南谷口味的味道 對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甜辣醬 就是不沾醬 因為它味道很多 對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新中市場 也是一個市場 好吃的都在市場裡 對 然後我要帶你來吃的 這個第二間店它其實Google評價上面 有4.8分 又買的嗎 待會兒問一下 那你問 它有名的是紅豆湯 叫做高興紅豆湯 它從這邊就好可愛喔 復古 這個以前也是百攤的 後來應該是賺滿多的 所以就開了店這樣子 你等一下就問這兩瓶 蠻好奇的 給你問 它有名的是好像是它的粉餃 是老闆娘自己做的 粉餃是什麼 好像就是那種白玉珍珠吧 對 是老闆自己做的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看得出來以前 好像應該也蠻多墊在裡面 對啊 其實這邊還蠻適合拍照的 對 就是那種復古風格 到了耶 對啊 小小一點 好可愛 老闆娘好 你好 它用的紅豆都是萬丹紅粽 除了那個紅豆湯 所以它有賣鮮綿紅茶 它蠻多特別的 譬如說那種藍藻檸檬蜜這一種 那我們就先點 然後既然這邊紅豆有名 我們就點綠豆湯 好紅豆 紫米紅豆湯 那你就點綠豆湯 我點梅子冰茶吧 好 它這邊有加QQ QQ是那個粉餃嗎 QQ就是粉餃 OK 那我點第一名的 粉餃紫米紅豆湯 那請問你要問的還是冰的 冰的 那你要什麼 紫米紅豆湯好不好 對... 再一個紫米紅豆湯 它還有黑豆牛棒茶耶 所以其他的東西 都還滿養生的耶 我覺得 味道很特別 而且你看它有點 寶式的感覺 不是說前面這個 好酥啊 鮮女紅茶它是一個茶的品種 對 茶的名字 它的茶藏在大西 有100年歷史 它喝起來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古早餅的 那是西蘭的茶的品種 老闆娘 那個藍藻是什麼 它是一種藻類 喝起來是蜂蜜的種類的味道 它滿有營養的 那邊有血液 藍藻 蜂蜜有多種維生素 礦物質 蛋白質 膳食限分 算它是不是融在飲料裡面 那喝起來是有點像那個 木耳的感覺嗎 很像那種木炮汁 就是還已經磨成粉 然後再加雲龍汁上去吃飲料 老闆娘 妳門口那個 是真的以前有在擺攤是不是 對 我以前是用腳叉車 擺在路邊 它剛好這裡有空位 我們就一直進來了 那粉餃為什麼會這麼特別動 妳們怎麼會賣這麼特別動 因為小時候 我喜歡吃紅豆湯 阿嬤都會煮 我們會自己搓湯圓 搓粉餃 搓昆貴 就自己夾著吃 我阿嬤可以入鏡嗎 妳阿嬤 可以啊 在嗎 對 好可愛喔 阿嬤長得好像一顆小紋豆 但阿嬤感性很好喔 對 所以妳... 聽說妳賣這個粉餃 也是跟阿嬤有關係啊 阿嬤教我說的 它吃起來是粉圓 只是它沒有粉圓中間那顆 QQ的那個 粉圓是用塞的 粉餃是用軟的 它比較糖 好好吃喔 因為萬丹紅豆吃起來 就是特別的豆香味很爽 萬丹紅豆真的很棒 而且吃起來會QQ 所以這個粉餃也很難弄嗎 蠻累的 因為妳要去搓 妳就是越柔它會越Q 所以妳光是弄個粉餃 要多久是不是 每天這樣子搓應該也要2到3個小時 看那天的怎樣 4、9 那這樣手不是很痠嗎 練多了 所以妳搓2到3個小時 是一天可以賣的 因為我剛剛看到妳其實賣的時數 沒有到很長 妳就是12點嘛 到6點半 對 因為我備料時間很久 備料時間大概5分鐘 光這個粉餃就要煮一個東西 對啊 都是妳一個人在弄的 家人或是朋友晚上會來幫我 然後讓他們下班的時候 很容易 我在想這個粉餃 真的跟粉餃相當又 我覺得它好像比粉餃好吃 它的甜味比較刺 然後Q度真的很Q 它的這個Q度是介於 你剛剛拿到新鮮的粉餃 熱熱的粉餃的時候 然後你稍微冰一下下 對... 就會變得比較硬有沒有 對... 就是那種Q度 好特別喔 所以還有別的地方 在做這個嘛 粉餃 台南 我以前在台南 毒物他們也都有加粉餃的習慣 真的喔 然後我就是回來嘉義 好像沒有人這樣加 所以我就自己戳自己加 所以妳的飲料裡面 也都可以加那個 這個啊 粉餃鮮奶茶 大家滿喜歡粉餃加鮮女紅茶 鮮女紅茶 其實粉餃加綠豆鮮奶 應該也蠻好的 我們今天會種什麼是試冰的 因為嘉義店店店店店店真的超人 對... 出門擠火瓜是不是 真的要來點冰 但是因為你播出的時候 已經12月 那時候也冷了 台湯那時候可能就來 蠻適合熱的 其實現在真的台灣店店店說不定 但如果那時候 剛剛冷的時候 你可以來嘉義走走 然後來喝熱熱的紫米紅豆湯 我覺得熱熱的那個粉餃 應該吃起來又算很濃 對啊 應該會是完全不一樣 對啊 我一年四季都有那一刻的 我一年四季都買 OK 有些養生嘛 嗯